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回到最後一節的搞事片場 剛才 可能大家看剛才那一節 無端端 咦 被我剪掉 阿倫 阿倫還有很多事情想說 其實 一來剛才那節太長了 要斬短時間 對 斬短時間 二來其實 今集的紅牛 我們之前都談了 就講這個器材 即是影花展的器材 總之延續前面的題目 那就是器材 講一下 一般人 一講到影花展 第一件事想 微距鏡 腳架 那 還有什麼 差不多了 都在這兩件事 有些人可以去玩視網燈 不過其實也很少人玩視網燈 為什麼會這樣 可能覺得麻煩 始終飛燈就算很簡單 還是要多一隻手 其實也是 你發展這麼多人 你很難做飛燈 或者你可能要朋友幫忙 或者根本有些角度 你是賣不到去飛 但是 但是 不過有飛燈的效果會多一點 是 這個 風獵猶人 但是 微距鏡 這件事 我自己就有一點 就是 我的經驗 雖然我說這兩年都沒有去過 近幾年都沒有去過 但是 以前 我還是 傻仔的那個年代 我也是想著 有支微距鏡去玩一下 但是 真的 到我有支微距鏡的時候 我就發現 其實是很難的 很難控制的 因為 真的 你很掌握到 微距鏡的景深 那個變化 下焦點的位置 是很難的 就算現在的機器有 拉錶給你 也是很難的 其實 為什麼我會說 那些事情 一來 一來 就像你所說 很難 其實微距鏡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玩過 尤其是長焦距 微距鏡 90或者05 那些 其實 原來 你對到 要1比1的時候 很近 要很近 不是要轉的 很遠的 反而 560mm 就是拉近 如果相對不同焦距 就是560mm 會再走近很多 是啊 有時候 怎麼說 有時候 可能1比1 又可能會太大 尤其是 如果你不是用Full Frame 用APS的時候 1比1 可能 只是拍到花裔 然後 然後景深就淺到爆炸 是啊 那個年代 可能現在 近一兩年好一點 那個年代 就是早 十年八載 我還有去 年年神深去發展 那個年代 推高一點點ISO 又 不漂亮 但是 用低一點ISO 你景深那麼淺 我又逼著收那一圈 一收完那圈 又輪到 那個法會不夠 是啊 因為你有一點風去花又移動 是啊 根本就是用自己來玩 所以 剛才說的用具 搞的未必是好事 因為花其實是有風去 動得很厲害 有時候都會 說一下剛才那些微距鏡頭 其實正常來說 50-60mm 是相當容易用的 比較短一點的微距鏡 但是有個缺點 拍花呢 它幾乎是 它最近對焦距離是 二十幾cm 你想想 連著機身 連著鏡頭 本身都接近十五六cm 那它實際 拍出來的花 和花的距離 是只有 四至五cm 那變了 有一點點動 或者有些麻煩的東西 或者機身 你搞得不夠定 就經常很容易動 而且你又未必能賣到它 是啊 是 failed 對 對的太近 擦光也是なので很大問題 這個是 560mm 的微距鏡 為什麼不是很多人使用的 就是其中一個原因 那麼 90-105mm 中間距離的那些 就是多數可以 大概是三十多cm 是 拉遠一點 還有 大概是 由鏡頭前面 至花的 大概是十五cm 那就正常一點 但是你問我 其實都是難用的 是 如果你的鏡頭沒有防震,就這樣手持,都是頗棘手的 其實市面上也有防震,也不是很多 現在好處好一點,前幾年真的幾乎沒有防震 還有機身有防震,但最後也是計算 我剛才所說,當你發門太慢,它可以compensate 總之你的手震就沒事了,給它防震 但對花都會動的 另外一個問題是,你想有足夠的景深,隨時要走到十三桿圈 十三桿圈你基本上都不可能駕定,如果飲天 即快門根本就不夠,可能已經變成一秒快門 如果太暗的時間,這個位置又怕對花動 又可能要有腳架在身上,才可以解決 其實幾十分一秒,對花已經會動的 如果你說動作,你真的不要令它在六十分一秒以下 六十分一秒以下,有機會已經拍出來的花已經是不漂亮 或是Bird 其實按照這樣說,如果它發展,微距鏡就多餘了 會不會呢? 我覺得除了微距鏡,如果你有的話,當然是固然要帶它 沒理由不用 但是有一支7200或是7300,不妨也可以帶一下 因為其實有些都很軟的位置 即是攔住了,攔住了 可能有那類型的鏡頭,尤其是7200可以Zoom 也可以有些幫助 我自己的經驗就是,或者是看朋友的照片 我就比較喜歡他們用一些Y-Angle拍的 因為通常Y-Angle的對焦距離都很接近 但是一拿起來,那一對花就很特寫 但是又同時背景可以拿到很多東西 即是我挺喜歡這樣 也是的 即是剛才那些人說的,例如某些 我想部分Y-Angle也有少許微距功能 講到明知道有少許微距功能 對,那變得有個好處就是 透視不同了 令到背景是可以誇張的 但是都很難的 因為花展始終可以拍的位置,空間不多 人很多 你可能見到後面有個太太在後面 就會有個情況 即是你要被選擇 選擇位置選擇得很小心 還有我發現 剛才說的,除了50-60微距鏡之外 長焦距離的微距鏡 例如去到180那些 又不是太多人用的 因為一來原廠少了這些 二來也是很難用的 因為180微距的景深是淺到不得了 通常人們在烏金香花錢拍飛的物風 真的用來拍蟲 就很少用來拍某些特寫 對,因為拍蟲那些 你不可以走得太近 對 還有有一件事要留意 其實很多時候 可能在NICON系統的測光方法 就會比較好 因應鏡頭的放大率 對焦越來越近 接近1-1的時候 會有一點補償快門 會令到快門不斷降低 就是要補償那個膝蓋 因為其實你實際 拍照去測光 例如要測我的手部的曝光 那其實是 那些光在手部的反射 反射回到相機 但如果很多的鏡頭 慢慢很近很近 遮住的時候 是有機會遮到某些光 去手面的 所以有時候 可能拍一些近的東西 是真的需要做一些曝光補償的 但是NICON系統 以及CANON系統的部分 就會有一點補償 降低慢的反射 如果這個 以往都有的 但是要自己手計 即是那些鏡頭 以往舊一點的 那些微距鏡 你一直 它會有一個黑度 即是你去到某個位 它會告訴你 要去做補償 對 會塞了多少光 但是現在 除非你是習慣 每次用手動的人 不然就很難計 不然你就 信部機 最多是加減少少曝光都可以 不過 可能要留意 快門 不要太慢 寧願 高一點ISO 始終 我過往都有說過 高ISO 但是張相Sharp 更好過低ISO 對 我反而 可能因為剛才說 手計較麻煩 今年就沒有人用的 微距 真距環 真距環 裝在鏡頭和機箱之間 即是令鏡頭的 放大比例 放大率可以高一點 但是今年就很少人用這些 竟然 我還以為 這個應該才是最多人用的 以前甚至有些更厲害的 會拉皮刊 拉風琴 發覺那些都是少了 我剛剛收拾 早兩星期收拾 那些相機東西 我發現很多年前的 一個皮刊 在那裡 那張紙 但很便宜 我發現我從來沒有用過 難用的 因為放大比例是可以做到很誇張的 是在說幾倍 因為它的皮刊可以拉得很長 是的 但如果那些用得好 也挺有趣的 今年我想其中一個 比較流行的影法 即今年的潮流 我可以這麼說 它在那些花 只拍一兩塊花瓣 接著呢 那滴水 是混了少少 螢膠在裡面 令那個水珠 是拱起了上來 接著呢 它還要找到一個反射面 但我想它沒有找到的 我想最後是Photoshop 就 Key的花瓣 在水珠上面 在一個反射 嘩 這個很明顯是Photoshop 對 大家這樣聽我說 就知道我在說 那些公司的Pomo相 但是 因為如果這個 不Photoshop 你想拍的 通常呢 你可能真的要 要在Studio 慢慢去搭 慢慢去搭 你真的在花瓣裡面 我們剛才這樣說 又有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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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真的沒辦法做到 我試過有個朋友 在花瓣裡面問我 Alan 早上要怎樣拍 很細心地解釋給他聽 他說 根本沒可能找得到 那個類似的場景 就是 他立即 他的反應也是這樣 不過當然 這個世界 可能有很多隱世高手 我們不知道他怎樣拍 但他真的拍到也不奇怪 明白明白 先戴頭盔 OK 剛才說到 那個 增距環 如果 這個世界 除了增距環 之外 還有一些 叫做 微距的filter 放在鏡頭前面 那這兩樣 就是 Alan 你覺得 用這兩樣 會不會好過 我特意買一支 微距鏡 老實說 微距filter 都比前幾年 都見得少了 對 剛才Bayan說的意思 我想是微距專用的放大鏡 放在前面 令到鏡頭 好像有少少老花的效果 可以對焦對得近一點 現在 香港 物質富裕 大家都很少用這類型的產品 我讀書那個年代 大家沒有錢買微距鏡 很多時候會用 都是的 但現在真的見得少了 質素就是很明顯 過下跌 對 因為始終多了一塊很厚的玻璃 對 但反而我見到一些 比較老經驗的 師兄 他在那塊filter前面 旁邊的位置 全部塗上了花士檸 或者那塊filter 本身是有些特別的磨砂處理 有些穿洞的 希望做到一個效果 是中間的位置 然後旁邊 是有些很特別的散景 化開了 我也見過 還有人用這些類型的filter 特效的filter 也有 但我自己覺得 這件事不如 不如Photoshop 也是的 不過 有時候 拍出來的感覺 跟Photoshop 會有少少不同 還有很多朋友 追求 他覺得一拍出來 就漂亮 那種滿足感 是不同的 跟Photoshop 再慢慢整理它 整體來說 有少少概念 可能想提一提 其實我見很多朋友 用微鏡 都會偏向 因為 其實他要顧著 手持快門 沒有大腳架 就算有支鏡頭 有防震 很多時候你都要用到 4 甚至5.6 因為 一再收細光圈 髮門已經跌到 連防震也搞不定 是 那這個情況之下 你講 又去到10分1 即是萬個10分1 都搞不定 尤其是微距 這個情況有什麼問題呢 就是 那張照片很容易去動 很容易去 因為 微距的環境 很近 小小的動動 已經反映到那張照片 而且 光圈不夠小 就令到 景深的範圍 不夠 然後 景深不夠長 對 景深不夠長 那張照片 怎麼拍都好像是蒙的 但實際上 其實是清了一部分 你看不到 整張看的時候 就好像整張都蒙 對 整張看就會覺得整張蒙 所以 所以 這個情況之下 可能你真的要考慮一下 用腳架 去控制一下 用一些比較 你以前沒什麼用的光圈 例如13 16 甚至19 去令到整個花的清晰度 去加回 那至於你說 如果剛才說 那塊門不夠 那可能真的要考慮一下 打燈 或者用腳架 去做一個輔助 或者高彩數 OK 那 最後 再說一件 腳架 對 剛才一直都說 腳架一定要有 但是 拍攝 可能大部分朋友 現在都是輕賣波頭 波頭 現在的波頭 其實設計 已經好過以前很多 是啊 高了油壓 現在多了油壓 現在還有一些微調 但是 跟三向頭比 你覺得 如果現在 波頭和三向頭的差距 有多大 會不會很大呢 視乎你有沒有用 一些很重型的鏡頭 如果你說用70-28 那些 我覺得 波頭也要堅持 如果波頭要很穩定 才可以 給你很快 很貴很大的波頭 對 很快可以設定好支鏡 而又很穩定 我呢 都是貪輕 買一個不穩定的波頭 我發覺 很多時候 你要掌握到那支鏡頭 例如你知道那支鏡頭 一定會重 你就可能比正常的構圖 比較高一點 讓它對下來再鎖 可以跌半個字一個構圖 如果你知道鏡頭太重 是啊 所以 波頭會有這個問題 當然大號少少 波頭會少很多 但這個是大家要留意的地方 我自己拍微距 也有一個很特別的 也不是波頭 是微距的雲台 它就有一個十字形的 一條老鬼 可以前後有少少 對 可以前後有少少微調 左右 這件事 我覺得雖然是拿出街上蠻漏露的 因為那個雲台比正常大了很多 但是呢 當你設定好所有東西 慢慢在那裡領 感覺挺有趣 而且準很多 但是後面那些就會很生氣 是啊 搞什麼啊 還妨礙了 快點要離開 會比波頭準確 就是那類型的雲台 如果大家有心 都可以想想這類型的十字雲台 OK OK 因為時間就差不多了 今集先說到這裡 好啊 下個星期回來 找一些新的東西跟大家說 OK 下個星期見 好 拜拜